咋的烂了三的 说这个啊 有这么个事 说小诚跟老板张成立个什么公司 叫什么张诚 什么创业公司你知道 我不知道啊 小诚什么时候创立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 简单的说吧 小诚挖你底沟 小诚给那嘎的 也不知道给哪嘎的 认识这个哪个这个内部人员 肯定是咱们华运 你内部起这个 那啥了 那鬼了 你老三很聪明啊 他都猜到了 我估计啊 小国国小思思小维维 他那边有认识人 然后现在啊 他提前未卜先知 知道你在哪块 可能要搞开发 他提前上那块NDP 然后再加价高价 卖给你两个亿啊 比如说拍下来的 卖给你十个亿 啊 这不前两天吗 啊 在这刚才拍个DP 啊 这不就准备要 等着涨价卖给你吗 你怎么知道你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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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也 那个拍那DP 我兄弟拍了 哎呀 这小城真这么干的 不是你还笑 你还 你笑啥 那我还哭啊 老三 那不万斤对八两 那你不也如此吗 你不也抠我底沟 你不挖我墙角呢吗 啊 你低价买 你高价卖 卖给我啊 我让我开发 不是 郑哥 咱们可不一样 咱们多少年了 咱们是同龄人的 小城这小鼻仔子 刚多大呀 再说了 我找他让他让出来 他可倒好 他妈一点面子没给我 杠我 杠我 要他妈囤兵 我都 啊 还不得咋地 反正不管 啊 郑哥 你得做主 有人说 杜城这个面子 该普正的大呀 其实在 在普正看来 我跟你说 还是叶老三级 不管你相信 叶老三是知道 普正底牌的 普正多让产业 叶老三是知道的 但杜城 他永远不会知道 说 这小子这么干 你这么点啊 老三 我给他打电话 啊 这个事啊 你做 行 他做 肯定不行 啊 因为咱们得套现 变现 啊 说白了 是种洗钱的方式 哎呀 郑哥 你赶紧给打电话吧 这小子 他妈的 已经 咱们控制不住 他了 这么点 我打电话 普正 郑哥拿起电话 8888 就打给杜城 你看这个城市啊 在这个广州呢 白天鹅呢 喂 啊 郑哥 小城啊 你在广州呢 我在广州呢 你是不是跟叶老三 你叶三哥 抄出来 不给叶老三 灭那么大碎子的人 啊 不是 郑哥 我 你是不是整那个 什么老板张 你俩整什么 什么他们创业公司 你压地皮 你卖给我 低价走 高价卖 啊 把我抢脚啊 你咋想的 杜城啊 郑哥 叶老三不也干吗 那谁干不是干 我也是你弟弟 叶老三也是你弟弟 谁干 全世界的人干都行 但是杜城你干不行 你知道吧 你他妈 自己坑自己人呢 不是郑哥 在郑哥的心里面呢 拿杜城当自己的亲弟弟 也是自己一个缩影 郑哥想实践的东西啊 不不方便的时候 毕竟残疾嘛 让这个杜城帮了实践 啊 没看他也没太生气 说实话 别看他口吻 这杜城啊 这事我跟你说 你可不行 你赶紧把地皮 让给你三个 我不知道 我凭啥啊 我跟他合作行 啊 反正谁挣钱都挣 我得挣这个钱 啊 郑哥咱俩是一家人的 我是替你卖命 你他妈这小 你在广州啊 你给我等着 我他妈上广州去找你家 那你来吧 啊 上了牛皮戏来 说他妈的叶老三 都不帮你干活 我都帮你干 但杜城值得还少 这种人 老体啊 你看朴正 给一老三打电话 说老三啊 在杜城那小的是狂 我现在上广州 我跟你说 你跟这个杜城啊 全上那个珠导 珠导酒店去等我家 啊 杜城我也告过了 珠导酒店 那就是广州市的 地标性的动员 很快 朴正啊 就像文斌跟大魏 说大魏啊 那是保镖 文斌去去去 大管家赶紧订飞机 朴正有御用 这个坐飞机的权利 免费 你看很快 一辆 啊 绿色的 嘎嘎嘎嘎嘎嘎的 飞机 从深圳啊 从沈阳就飞往了 当时的这个 啊 飞往了广州 嗯 几个小时之后啊 广州 珠导 珠导大酒店的 这个 一个豪华的套房里面 这几个人呢 文斌啊 推着这个 推着普正 旁边是在叶老三 七十秀秀的 说你看 郑哥 这事他们小城多过分 你再不熟熟熟他 啊 那他就成气候了 那以后你就控制不住他了 一老三给大家加肝 本来普正也挺生气 这一加肝哥生气 在杜城呢 跟老百姓啊 一商量 说张哥啊 你跟我去吧 我大哥这次生气 老百姓讲话 我也有份 我也去 老百姓也不太怕普正啊 内心里是敬畏的 这不俩人来了吗 谁也没来 来到普正的这个啊 御用包房里了 一进 小城一进屋 这个郑哥 这边这个老百姓也打招呼 郑哥 普正认识老百姓 说老百姓啊 你说你天天不找他妈正事 你跟杜城研究啥呀 研究把我抢脚呢 老百姓讲话 那个郑哥 不好意思 他不是我 这小城要那啥的啊 说这个 小城啊 你给你三哥道歉 啊 咋的呀郑哥 你真像的三哥呀 一小三成我杜城 你以为他妈还像着你呀 你跟我 你以为 你刚跟郑哥 认识认几年 我跟他们跟郑哥认识几年啊 小城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真他妈不知道敢 都成讲话了 郑哥 我没错 我觉得 啊 他一老三三哥能干这个事 我也能干 都挖你抢脚 我挖不行啊 不杜城 你这小兔崽子 你 你能不能听过 你 你三哥不说挖挖 抢脚 啊 我愿意让挖 我知道 你我是不知道的 你不能干 你给你一三哥倒过去 这活啊 你不能干 你别的碗块 你随便干 小生一瞅 普正是真机呀 小生瞅瞅 也是特别不情愿的 就像那个有些孩子 犯了错误 被家长说 被老师说是一样的 你们能想象到 他不是内心 从这往外 他愿意 郑哥 那我听你的 你别生气 我给他道歉 不行吗 你道歉 你妈的赶 你爹岁又大 凭你爹岁又多大 你说你跟他 这样谁的 三哥 咱俩眼睛眼睛合伙 害他们合伙吧呀 啊 合伙做行 不行 我跟你说 杜城啊 你打的人 我就不追究了 你必须退出 这个地皮 行 三哥 我错了 我不礼貌了 我没大没小了 我不应该跟你俩叫喊了 行了吧 地皮给你行了吧 这一老三头 也不能把他找地 说行啊 那就这么地 这事啊 咱俩哪说哪了 干别的买卖 我支持你 你三哥 我有大局关 我不跟你一样 都说 然后行 郑哥 那我走了 你保证身体 老板张讲话呢 郑哥 你保住身体啊 身体要紧 你身体要不好了 万一要你要是那啥呢 我们 郑哥 让文彬大卫 推着他 坐飞机 当天又上别的地方 没回东北 因为郑哥 作为小餐 谈的一把领导 他全国各地 哪个都得跑 你说来一次 这个 这个广东 能不到周边 巡视一圈 没有点会啥 代表啥的就去了 说你看 老板张讲话 我说杜长 咱这事不靠谱 那你 那你郑哥的买卖 那你说 你说你还给他挖枪脚 啊 垃圾不倒吧 这两个亿 推回来 没啥损失 咱别干了 啊 跟一老三 咱本身在广州 也他们站不住脚 一日遮量管 不白教的 杜长讲话呢 你妈 一老三买个两个亿 完了卖给郑哥 十个亿 他挣八个亿 这活太挣钱了 这活我爹 跟我抢位 得不干了 走 走人去 有人说 叶老三在广东地区 最大不 在广东地区 可以说老叶家老 王家要联手 一个广州 一个深圳啊 然后广东省 谁也整不了 但是 你看 杜长把电话 不给谁了 他要准备 熟识叶老三了 老铁 你看杜长现在 批误不 杜长现在成长了 要说半年前 一见 他们大事都 这个三哥 都这样 都成长了 我收拾收拾 叶老三 总给我得死 喂 啊 在当时广州啊 一家高级别墅里 啊 是怎样 挺胖的啊 挺有官将的 谁啊 君儿哥 也叫君儿哥 可不是王君儿啊 王剑君儿大哥 不是剑君儿 是王剑君儿啊 简单的剑 说剑君儿大哥 君儿哥 你在哪里 说说说说 说我在家呢 说我在广州呢 君儿哥 方便的话 咱们那个吃个饭 在一起 说你来吧 到我这来 嗯 我接待你 不废话啊 有一次的事来了啊 很快就他俩来到 王剑君儿大哥的别墅了 王剑君儿也认老百姜了 也见过啊 说哎呀 这个老百姜的叫君儿 叫君儿哥 非常客气 老百姜刚刚是 散号人物的 还是基本 那个 演技馆叫姑父 但是演技馆的姑父 是皇上啊 就是个 就是个 王剑君儿一瞅啊 握握手啊 小城啊 怎么来广州了呢 啊 这么点 咱们上最好的 这个 那个 珠宝酒 珠导酒店 咱吃饭 我定定位置 王剑君儿随地随地打电话 人家珠宝酒 珠导酒店 就能留位置 那很快这几个人 就来到这了啊 该珠导酒店 吃了饭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说那个 这个 他把挺到心 心情不好 咋不好了 在广东城 你有啥事 你吃生呢 在广州 我跟你说 在广东也好啊 其实能跟叶老三 抗衡的 就只有这个 王剑君大哥 差不多的 老铁 就是说白了 能压制他的 因为毕竟是皇亲国妾 你这边只是一个 风疆大吏的 这个儿子 咋的 你说 说那个 我跟张哥 我俩整个公司 想买个地皮 然后这个 这地皮吧 想这个过半年呢 卖给普正 然后普正的 华元公司 我有消息 这不吗 我想挖个墙角 挣点钱 你 你 你挖普正墙角啊 你疯了 叶老三也挖 叶老三也挖 这不吗 我这个地皮 后面竞争者 就是叶老三 说白了 就踏实不后黑手 我操 叶老三挖 那可不行 你挖行入场 你是我兄弟 那叶老三挖 可不行 他不白挣过这钱 你看王简军大哥就站在小城里上 了解都知道 一山不中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 一个广东省 一个叶老三 再加上一个这个老叶家 再加一个老王 你王简军就把烦叶老三 他那装逼 谁也不给这面子走 他总想揍叶老三 叶老三打他不敢 叶老三不敢惹他 这么的 不就地皮的事吗 我给你打电话 我让他让给你 谁做不是做 你做呗 不是 就是哥 能醒吗 他必须给我面子 叶老三 操 我给你打电话 这不成事的呢 几点呀 这他妈晚上十点了 我都睡觉了 你干啥呀你 叶老三也不咋 服务你 你能明白不 这咋的 干啥呀 不是 叶老三 几点了 我给你打电话咋的 我问你个事 啥事你说 叶老三都睡觉了 你妈的 杜成 基本我弟弟 你把那地皮 什么基本我玩的 我不管啊 你让给杜成 让杜成看 挖墙脚杜成挖行 你挖不行 不是你三里皮 你他妈 人正哥的地皮 我挖 我挖正哥墙脚 跟你有啥关系 杜成 杜成是你弟弟 你俩的事 别急给我打电话 有病啊 叶老三就给挂 哎 你妈的 你敢他妈挂我电话 老三 不是 你他妈 拔又挂 叶老三 成功的激起 这个王简串大哥的这股气 说你妈的 你看见叶老三飘呢 你妈的杜成 我他妈 我给你找他 完了 老板上也找不着 叶老三 叶三哥呀 可别整 你俩这一整 这出大事了 我们都担不住 你这 你说那个 基本上这么地 啊 因为杜成啊 叫的火候没到 也不到杜成啊 是咋想 反正当天晚上 老板张和杜成 不赞同的去找 这事啊 他打电话也不接 他们就回到这个 他的庄园睡觉了 没给他九天睡啊 啊 回到别墅 睡觉的时候 那个老板张啊 回去呢 就睡到了 上睡的时候 但王俭君大哥啊 这比他妈咋的 哎 就是那种 晚上不爱睡觉 听点事啊 说你睡一把 板张 杜成 咋再喝点 啊 咋再喝点 跟杜成俩啊 又喝了点 喝了点 喝了几点 凌晨三点 越喝他们 越上听啊 就俩人不 那老天老人 人说喝那九小时 都烙啥呢 无非就是杜成啊 给他捧 就是哥 你就是我亲哥哥 我啥也不说了 我最佩服的就是你 别看我跟普正混 那是未来点钱 普正也不占我立场 郑哥也不占我立场 叶老三还欺负我 我跟你说 就你仗义 你占我立场 你妈 敢欺负我弟弟 我想起来了 叶老三 他妈的 我得找他 不是 你别别别 我必须找他 装我不好啊 我必须找他 杜成讲话 别的 就是哥 你睡觉吧 你要真给他 基本上惹了 鸡眼 叶老三 三哥也挺猛的 啊 那跟正哥 你不用就不管 我天怕不怕 地不怕 那杜成呢 就上课房睡了 也睡着了 就是半 半多半梦的阶段 说的这个事 你们能懂吧 那你看来到几点 来到一上午 九点多上午啊 王姐 你就是大哥睡着 睡醒 睡醒了 基本上一醒这个身 越醒越不对劲 昨晚我喝多了 杜成好像跟我说啥 啊 对 这比说叶老三 欺负他 什么地皮的事 我还得给打电话 叶老三有点晒点 又不要心 九点钟 叶老三都一宿 一宿都没睡好觉 你知道吗 给叶老三折得猛了 啊 喂 谁呀 这么早起 几点了 太阳晒屁股了 啊 叶老三 你妈那你昨晚 给我挂我电话 你骂我 不是王姐 就是 你是不是精神病啊 我精神病 不精神病 我问题 杜成这个地皮 你他妈能不能让 我他妈喝多了啊 我激不住 但地皮 你能让我 问你一句 我让不了 啊 王姐 你别跟我喊 你跟我喊 没有用啊 我怕你 我跟你说叶老三啊 我不配话 你这么多年 你都不给我面 你等我 你不服我啊 你说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能咋的 我现在在家里 你能咋的 你要上我家揍我了啊 我揍你咋的 我揍你有症啊 我揍你敢直升啊 我 还记得那次 珠导酒店 叶老三 处的杜成 揍音他 你看 那时候 叶老三 跟杜成 一个战营 打这个谁啊 打王俭 现在 调身一遍 王俭 就是战杜成 立场要打他 说你妈的 我跟你惯的啊 我说个地方 我下午去 这个啊 保力会所啊 有个保力会所 保力集团的 你自己家的 你来吧 下午三点钟 去喝茶去 我现在就往那走 你来吧 他妈的 你要来 我跟你说 王俭 你要跟我插话 我会揍你 你听见没有 怕你啊 哎呀 一老三 你是真牛逼 你真出去了 我现在就去揍你一下 你看我揍不揍你啊 等着 老铁 一老三 这王俭 就是大哥 两个顶级大哥 都是小王级人物 他俩约架 一出门 杜成 起了尿尿 哎呀 就是个干啥去 你甭管啊 我揍你吗 我揍你老三 不是 你别别别 我给 你别去 你去也不好 你也惹 你也惹不起这事 但我没事 我姑父是谁 也是皇上 你等着杜成 我跟你报仇去啊 不管地皮要不要回来 我揍他一顿 必须的 他骂我 杜成也没敢去 然后也没招老百姓 老百姓跟白鸡不舍 这段位跟他们不够 这笔啊 老铁啊 这个王俭军大哥 也带了四五个人的 都是身边的御用保镖 这你能懂 小钟钟 小海海的啊 都是身上挂枪的 四五个人就出发 他知道那个保利 这个私人会所 是叶老三开的 也曾经去过 他俩就是见面 表面和心也不和 能懂我这意思 很快叶老三 也写了 啊 教了几个当时啊 三四个水 统一老三也是有 用保镖的 啊 这么也警警为啥 特别啥的啊 就跟着就去了 上保利酒店路上的时候 司机这个保镖还问他 说咋的那三个 今天瞅你这个 写的状态不对 一宿没睡觉 有个傻逼要打我 等会啊 来了你们能不能够干的 有人说不找人啊 他们不是黑社会 不可能找他们黑社会 互相咳啊 必须的 三个来广东 敢跟你 那必须然揍他呀 揍他也没事啊 对 谁呢 王俭军 啊 等会来了 给你们说别惯他 跟王死消 一听这王俭军大哥 这些人当时都懵了 一老三 一老三的部下 谁敢揍王俭军 你告诉我 你看一老三要打 可能不至于死罪 但这帮小打完 这个王俭军 你信不信都得消失 家里面都得灭酒族 这些人一听这事 说你大哥你不 但是表面还没没敢说 一老三讲话 等会来啊 跟我插话 你们揍他 叶老三 他们来到茶楼 保利茶楼 啊 保利私人会所 刚到什么十分钟 你看这边 王俭军大哥气红 也来了啊 王俭军气红的 王俭军比叶老三胖 叶老三比 这个王俭军高 叶老三瘦 王俭军是车轴胖的 啊 就绑 叶老三到头脸瘦 就来了 到这地方来了 咱该说不是我 门口什么 见过王俭军 也不敢玩呢 也领四保标 老三呢 老三 叶老三给楼上 坐着 叶老三啊 叶老三 直接起来了 跟他坐去 啊 也气过笑 一见面 王俭军过来 叶老三 今天我在最后 叫你成三哥 因为我拼你岁数大 今天我拿下个姿态 我再最后问你一遍 杜成 这个地皮 你能不能让给他 你别跟他争 他是我弟弟 叶老三 戴个金丝眼镜啊 往上这么一挑 叶老三 能想象像李老棍的那种气质是 能明白不 当然比李老棍的精神啊 就是刀条脸瘦 戴个金丝眼镜 平静 老三往上一卡眼镜 简军啊 你是不是精神病了 杜成跟我之间的事 还有华韵公司的事 还有普正正哥这里面的事 正哥都占我了一场 你说你半夜你骂我 你是什么鸟啊 你说你 你他妈敢骂我 叶老三 你信不信我削你啊 叶老三一瞅不着 你削我啊 你他妈催牛逼 你今天动我一下试试 你动我我就揍你 我操 催牛逼我不敢打你啊 啊 叶老三 你在广东城 你他妈就不服我是不是 我今天我要盖你的帽子 你吹牛逼 但老体啊 这些手下可不敢动手 这班两边四个宝镜 都是八个人一共 就看看热闹 谁也不肯能动手 都丑 这两大哥打起来 咱也不敢动手啊 瞅着吧 叶老三 你妈叶老三 我操你妈王冼军 你这么动我先试试 你动我先试试 老体他俩 谁也轻易不敢动这事 因为叶家 家大叶大 还有王冼的那里面的后台太多了 王冼军讲话呢 你妈的你你你他妈敢打我一下 叶老三 你是你是爷们啊 你炸尿尿尿 你打我一下吧 你炸尿尿尿 你打我一下吧 西游记里面有一集杀生 跟这个谁里的猪八戒 孙猴的叫板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下来 那个 你打我一下试试 你打我一下试试 啊 你打我 你他妈炸尿尿尿 你打我 叶老三指的王冼军 你炸尿尿尿尿的你是爷们你打我 你也不是那么一样的啊 别看我不敢打你 你也不敢打我 你打我我绝对揍你 我 我 我 炸你妈 我打你怎么的 王冼军打破了平衡 王冼军啊 在这个会所的桌子上拿了一个啥 一个玻璃瓶子养酒的啊 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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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老三眼睛片都打掉 一老三一股脸 哎呦 我擦 你们 打个口子 你敢打我 我什么批你强 王冼军讲话 我是爷们吗 三娘教的吗 我打没打你 啊 你敢打我吗 啊 屋里面这帮兄弟 一老三讲话 给我揍他 这几个车位就跟没听着 说哥们 你那哈 上礼拜 那个你家 回家你那个什么休假你几天 我不知道我回 我不是敢动啊 谁敢动 装备手勺啊 一老三一五眼睛眼睛片都就打掉了 一老三 王冼军 你怎么敢打我 王冼军讲话呢 以后别他妈叫吧 改广东省还改全中国我盖你啊 我跟你说 我他妈钻手 你我他妈咋尿尿的 你不行 你不是咋尿尿 你不敢打我 跟你几乎不敢还手吧 哎 一老三气的 他真不敢打 是你吗 你 王冼军讲话 平了一冷走 地皮要不要不说 我揍你来 出气 王冼军就走了 为啥呀 王冼军下楼以后 我王冼军也后怕呀 桌上好几个瓶子 还有烟灰缸呢 这些老三要胡逼的话 一瓶子再给我嗨一回来 我不能给他机会 不能给他战战尿尿的机会 我是男子汉 我逗他了 一出门上车 杜城啊 刚起来 喂 小城啊 啊 冼哥 咋的呢 我跟你说啊 杜城 我刚才老揍了 我刚才我把叶老三给揍了 你知道不 你 你给叶三哥揍了 真的假的 杜城吓一跳 我揍了 他妈骂我 他说我不敢打他 啊 说我不沾尿尿的 我回家给你求啊 咋回事 杜城讲话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这事可大蝸蝸啊 那你看 这王俭军大哥进了来 啊 杜城讲话了 啊 真打一叶三哥了 打了 杜城啊 老板张 我跟你说 在广东省在全东国 也没几个敢打他呢 唱你们 刚才我就给这一瓶子 说我站的尿尿 说我不是站尿尿的 我他们能惯他吗 啊 我能怕他吗 老板张一听完了 这事大了 这事要捅到上面 捅到黄的 或者捅到蒲正的 捅到谁都能打的 我咋的啊 杜城跟你们没关系 为啥早上不愿你去 我跟你说 我都看他老多年来 戏了 叶老三 我一直想揍他 我也没揍他 尤其是上次帮你 啊 打我那次 这一面 正当王俭治大哥 跟杜城他们炫耀 说城 你看 我不能帮你 要回地皮 但我能帮你报仇 我给他打了 打了一瓶子 没敢还 这老板张啊 就感觉这事不好 但你看 人家叶老三的 一面上医院啊 捂着脑瓜子 叶老三的脑瓜子 干了一个口啊 电话就拨给谁了 就拨给蒲正了 叶老三真急 打给蒲正 蒲正啊 当时该说不说啊 绝对是二代里面 领军人物 绝对是二代里面的头 蒲正没回东北 在哪呢 在当时这个 属于这个 广东地区的什么哪嘎 韶山那是哪嘎 赶那地方 就接电话 做活动呢 说喂 三哪 咋的呢 说郑哥 有个啥事 说那个 那谁 我他们眼睛给打了 我气死了都 你别提了都 就扯淡 谁敢打你 那我扯犊子你们 你在咋的 郑哥 说我在广州周边的 一个县市在这做活动 说你做啥活动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 你知道小城吗 这小不服气 他找王俭军 王俭军 他们来打我来了 给我一瓶子 杜城 杜城不服气 找王俭军 那可不咋的 王俭军他们来了 我能敢打他吗 他皇上他叫姑娘 然后他就打我 给我打过架 你看咋整吧 我这么大岁数 最憋气的是 我帮杜城前 两个月以前 我还帮他打王俭军呢 这批跟王俭军 现在他们合伙 打我你说这啊 杜城打你了 那倒没有 他不敢 杜城啊 没打 他没来 该说不咋病 我不撒谎啊 但是我跟你说 王俭军给我一瓶子 脑瓜打口子 说你这么的 我现在就去 我看看这个 他妈王俭军 多大能耐 普正就把电话聊 这边啊 普正给俭军大哥 王俭军是一个普正电话 啊 简军啊 哎呀 郑哥 什么 简军啊 你打叶老三了 是 郑哥 我帮那个 不是 我告诉你啊 王简军 我看看你是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个地方 你去 我现在就上飞这个 飞这个广州 啊 你把杜城 还有老板上都叫着 啊 行 我叫杜城 把电话一溜 这当时的丑手 他妈杜城 老板上 说那个王简军讲话呢 说你俩跟我去吧 我正生气的 啊 这事因为你们 引起你们得去呀 杜城讲话不是 这事 也不是我们打的 我们不知道啊 去吧 没事 有事我谈 几个钟头之后 特别生气啊 叶老三赶着磨叨的啊 就在这个 诸岛酒店 说你看郑哥 你看脑袋 给我打个口子 你看看 郑妹风神 啊 帮个贴着穿上了 大瓶子咋的 杜城 这小子不服务 他们越来越过分了 找王简军押我 还揍我 别生气 别生气 来你看我 手手手手 王简军 王简军杜城 还有个老板上来了 来着一推门一进屋 郑哥 啊 王简军啊 郑哥 不是一个圈子了 王简军不跟杜城 不跟普正他们玩 能懂吗 郑哥 杜城啊 你他妈我说拉倒没 你说你还不服务 啊 还找王简军 不是杜城 养了不是我打的 我没说 我 郑哥 你呢 也别往杜城山上来 人是我打的 但是我得说实话啊 这个我丑叶老三早就不遂养了 我早就想削他了 啊 知道了吧 早就想削他了 不是你这个 你说的意思我没听明白 咱们 你是 咋的有别的事啊 我正不知道咋的事 广东啊 说郑哥 按岁数 我都比叶老三大 他他妈从来不忘了叫九尔哥 在广东省啊 他也不忘了叫九尔哥 老多人的时候他不给我面子 我今天这就是个眼子 我就揍他了 不是没有他 没有他 我该广东省 我跟你说没人不给我面子 一老三解号 你交集毛面 你打我 我这两个不是 不是不是 啊 简军啊 这只是个血统 就是没有渡成的事 你也打他呗 一老三 对呀 咋的 有人说这个王简军是不是壮大了 因为王简军不怕扶政 他姑跟他亲姑是皇后 他能怕扶政吗 有人说不对 扶政太子 那是那是以前的太子 现在呢 扶政讲话呢 但他毕竟是二代的领军人物啊 说这个简军人啊 你打他干啥呀 你给他道个歉 我不能把你打这一段简军人 你给他道个歉 你给郑哥个面子 啊 这事就老找 我道不了歉 啊 郑哥 一老三讲话 你看郑哥 他他妈装毒的 我他妈 我装毒啥的 我装毒的 你他妈说 什么不是炸尿尿的 我他妈打你 我是爷们吧 你他妈不是爷们 啊 一早上讲话 你看我是不是爷们今天 我他妈揍你 哎 你揍 俩鼻就吵着去 当普正面 普正讲话 来来来来来 大卫啊 来来来 你把那花瓶给我 旁边有个花瓶啊 这边花瓶递过来了 普正讲话了 中间的会所有个花瓶 说这花瓶啊 这么点 这有家伙事 你俩看看 谁牛逼 谁拿瓶子打对方 今天我也管不了你了 我普正 他妈改这嘎的 我他妈 我他妈今天我也服了 我这么大大哥 我敢咋调节 我当朝他妈 我前朝太子 你们他妈认我是哥 你们当我面 还打 来 你他妈谁 我不是谁炸尿尿 打咱 打服的 一老三瞅瞅 普正讲话 老三你牛逼 你打他 打他 你牛逼 王俊君 你打他 一老三 不知声 王俊君 那你给我瓶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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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 哎呀 哎呀 王俊君 从普正的手里面 就把这瓶子剪了 直接削在 叶老三的脑子上 又一瓶子 第一次打的是酒瓶子 这第二次是 是啥 是他们花瓶 这一瓶子打得拉拉长鞋 哎呦 我跳 啊 当普正的面打的 啊 王俊君 虎包 打了 啊 打的了 普正讲话 咋的了 你真打呀 我真打呀 你不让我打的吗 不你让我打的吗 打了 就打了 走了 啊 我跟你说 找小诚没用啊 这事我干的 啊 一人做事 一人打 我爷们 你让我打的 我进去外打的呀 那一老三 一老三没敢还呢 说 说郑哥呀 我这脑子 这口刚才没这么大 现在大了 哎呦我擦 我擦 啊 啊 啊 郑哥你给我做主啊 你王俊君转身就走了 老天 当王俊君走后 走得不远的时候 普正真奇 瞅瞅 说杜诚 你给我过来 杜诚没走啊 瞅瞅普正 郑哥 咋去了 咋去了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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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娘娘 小诚 我他妈今天 我打死你 你过来都引起的 你还找王俊君 小诚讲话 不是郑哥 你这 我他妈咋 咋去我打死你 当时给小诚一个大嘴巴 小诚一无脸 瞅瞅普正 郑哥 如果你能打我消气 那你王死打 我不怕 因为你是我老大 我吃你 给小诚四个大嘴巴 真生机 人生中啊 就这么多年 小诚惹 郑哥从来不这么打小诚 没打过 基本上 巴巴给小诚四个 兔崽子 王俊君 看你嘛 王俊君 你看我今天 我普正能不能守着了呢 普正打电话 小诚啊 我气死了 我打张大没生这么大气 我爸那年挨欺负 我生过气啊 我再没生这么大气啊 说小诚啊 你来吧 你上一趟那个广州吧 你来吧 你亲自来吧 来管管你家人吧 打着谁 打着电话 柔恒 柔哥 不废话 柔哥也知道事大了 柔哥坐着飞机 特用飞机 飞到了广州 面见了普正 这是当朝太子啊 一个前朝 一个当朝 那老铁 那柔哥他爸 也是普正他爸 扶着写的都是 那那那那 就那 就一代扶着他爸啊 就是一代扶着一代 那他不是 都是前朝 宰书后宰书 你看柔恒来了 啊 见到这个普正 咋去嘞 杜城叶老三 哎呀 这老三怎么被打这样呢 叶老三偷着柔恒 柔哥 别提了 我这他妈被打两气的 今天晚上挨两瓶子了 啊 咋个事 这么杜城吗 啊 这个整块地皮 低价走高价卖 挖苦正墙角 啊 啊 然后他不干 啊 然后有人找我 我杜城讲话 你也不是好玩 三哥啊 别老别的 你也挖苦正墙角 你也干了 柔恒娘是什么的 老三 你也干这事了 我干了 正哥让我干的 不是 正哥知道我干 不 等会儿 不是 普正 谁打的呀 咋个事啊 普正讲话 就把刚才是小的 说你看你 你弟弟吧 王剑军 胡萝卜 来当我面打的啊 我他妈让他打 他真打啊 没惯着我 你看咋整吧 我肥肠这么贱 因为柔恒跟普正 一起做买卖 大伙都知道吧 很多买卖 他俩合伙做 这时候 啊 柔恒瞅瞅 说不对呀 我弟弟 我先不说 不是 这事老三 你怎么这么干 你怎么怎么能 把我枪交 你一二三讲话 我怎么把你枪交 你等会儿啊 我叫简军来 柔恒就给他表弟 打电话了呗 说那个 你来一趟 对 我到这了 快点来 他奶的图 柔恒可不惯着人啊 柔恒狠狠的 动枪都打过人 你看很快 接扎话题啊 说王剑军 打你也不多 你不对呀 你他妈 王剑军也到了啊 他说 就是简单 啥子他 简军也到了 说你看 哥 咋回事 他挖墙角 他挖小城挖就不行 这对呀 我表弟说的对呀 杜城挖 不行 你挖行 你他妈挖我墙角 行啊 我怎么挖你墙角 周哥 普正讲话 这跟你有啥关 他挖我墙角 挖你墙角 咋俩 你那买卖 有我股份呢 你那买卖 普正一听 嗯 我这买卖有你股份吗 怎么没有呢 你问问 因为普正的买卖 都由文斌打理 文斌啊 这个账本上 有他的这个股份吗 文斌讲话 有 啊 这个板块 地皮是有的 哎呀 我操你们柔衡讲话呢 不叶老三 你也不是好饼啊 你他妈挖我地皮啊 你他妈挖我 挖我墙角 那有我他妈三分之一的股份呢 叶老三一首位 哎 这王点就是往前一上 咋的 你挖我哥墙角 他妈太子墙角 你也挖 我揍你 啊 不多呀 郑哥讲话 不是 我生气呢 柔衡 我让你来 他妈替我出去 他没给没大没小 不是你别生气 你这生气 咱先解决解决 这事 郑哥讲话呢 来吧 咱俩进里面密谈 柔衡啊 跟普正道里面密谈 大概的意思就是啊 柔衡啊 我账目也多 也不到你有股份 但是我跟你说 咱们这股份呢 毕竟 国资资 小微微 都占股 都是国家的手牌 那你看咱俩里 得变点线呢 这一老三呢 低价买高价买 他是一买一卖正的 一老三的那里面 这是咱们的公司的 明白吗 套现咱们的 你你全 你一百个 一大整个 都是国家的 你也套不了线 啊 咱们说就明白了 柔衡讲话 他明白了 就你永远不能当太子吧 你爹下去的时候呢 你爹没来的时候呢 哎 就给做了不少工作 你看再出来的时候 这俩大哥又好 柔衡讲话呢 你过来王建军 建军大哥一瞅 哥 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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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王建军两大腿吧 给叶老三道歉 啊 那是正哥的人 你打他们叶老三 你现在打正哥 知道吗 我都尊重那样 行 哥 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 那个 三哥 你别跟我一样的 你跟我一样的 我也 我冲动啊 说行啊 我不跟你一样的啊 行这个事 三渡城 你放心 这地皮啊 你也拍不着 给你三哥道歉 三哥 对不起了 哎 口证说了 说一面是我的 一面是柔衡的 柔衡说来说去 也是我最好的兄弟 啊 你们大家必须的团结 一直对外 啊 不疼啊 这事因为你引起 全大伙 他妈今天晚上吃贵 都应该揍你 你知道不 杜城讲话 跟我啥关系 一老三说 对 都应该打杜城 呼拉一下 一帮人围杜城啊 啪啪 给你下相当性的 杜城讲话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大哥我错了 我错了 这杜城挨完 都回头一行 这人一撤啊 回到公司 一瞅李恩泰 诚哥 你妈 诚哥 杜城讲话 没你 我他妈能挨揍吗 我他妈今天也挨揍了 知道不 跟谁俩呢 你出着损主意 挖正个墙角